朕就要天下看看 到底唐国有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才 传闻那古老的县世荒原 号称最强国度 浩天到前任光明大神官 本想将这蛮横荒人耐入麾下 却不想这神官竟在荒原悟出魔宗功法 更将浩天密法天书名字卷留于荒原 西陵浩天使者多次清剿魔宗 皆为寻到天书下落 所幸落下那一道浩天神灰 将这种树荒人尽数燃尽 残留余孽藏匿魔宗圣地从不外出 如今永夜将至大劫来临 这北荒第一强者 魔宗天下行走老堂 自无法眼睁看着族人灭门 为夺取更多修炼资源 号召荒原魔人举兵南下 见风直指金杖王庭 这草原蛮人虽人数极少 可凭借那魔宗秘法 竟可将自身战力提升树北 不过数日便已是杀至北疆边境 这西陵天玉大神官绝世有蹊跷 消耗寿源窥探未来 竟发现那天书名字卷正藏于魔宗圣地 此消息一出 天下皆为震荡 传闻若能及其欺步天书 便可取代浩天 成为世间新的神 各大势力纷纷派出自家青年才俊 前往北荒剿灭魔人 实则皆想暗度陈仓 夺取天书 此次荒原之行 各门各派 最优秀的修行者都会前往荒原 你们作为剑阁的弟子 命可以丢 但我剑阁的骄傲绝不能丢 丢脸的人就不要回来了 拜死剑伤 南境剑阁以成功学激励众人 这墨池院的院长则是给墨山山一张地图 此乃宗门开山鼻祖留下的魔宗山门落位 只希望这门下最骄傲的弟子能成功夺魁 西陵神殿对这天书更是势在必得 明面上派出这龙庆皇子带队北荒 背地里却让那道吃叶红鱼隐移暗中随时出手 消息传至唐王手中 这唐王本是不愿参与这教派之争 可就是看不得各派青年斗艳 朕就要天下看看 到底唐国有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才 却不想这唐王竟是要书院派对前往 众人心中一惊 这新一届的学子皆才入门 哪里能堪此众人 不还是有十三先生吗 去荒原 我领队 宁缺听闻消息心中发颤 自己才刚踏入修行一道 还是昨日方才画出人生中的第一道符 这唐王可真当是看得起自己 可无奈胜令以下 哪能容自己左右 一众师兄师姐心中知晓 这荒原之行危机四伏 如若半点不胜必将生死到消 何况那龙庆皇子对那日败北宁缺一事耿耿于怀 这皇子本就是洞玄境巅峰强者 如今又已领悟自己本命讨花 想来定是要报那日耻辱之仇 我曾失去的 这次我都要拿回来 想即如此 众人心中皆是担忧 都要在临行之前给宁缺送一份神装 助力气荒原得胜归来 四先生和六先生本就是造物高手 在宁缺所用的坡刀身上融入一道符转 随意挥舞便有今天之势 更亲手替宁缺打造了一把弓箭 耗尽毕生绝学融入一道符转 其蕴含天地元气威力惊人 可惜只有十三只箭矢 这神物如今尚未取名 宁缺一番思索 这符箭借助天地元气而是 而现在只有十三只 而我在后山的排行 恰好是这十三 教育人十三箭矢 好 三师姐于连教育其一枚预斑指 告诫宁缺一入荒原立即带上 殊不知此物竟是魔宗宗主信物 可见这师姐对宁缺有多疼爱 老九老师给了宁缺一个音乐盒 长路漫漫 总有寂寞时分 心中烦闷便可打开 七师姐给了宁缺一块手帕 宁缺虽心中不解 可七师姐乃是阵法大家 这手帕想来定有玄机 臭小子 到时候你就知道七师姐的厉害了 五师兄与八师兄替宁缺绘制了一张棋盘 倘若走投无路 下上一盘其货可清明 十一师兄给了宁缺一个小药瓶 跌打损伤可有其用 唯有这十二师兄 陈皮皮送的礼物最为惊人 两张必胜大饼 一坨黑油油的药膏 这一个东西你可得放好了 你吃之前千万别沾水啊 关键时刻 能救我的命 宁缺心中大为感动 一一拜别一众师兄 随后来到师父颜色身旁 就看颜色一番沉重交代之后 塞给宁缺一个紧啊 我猜这道符 心竭尽全力想保住徒弟想命 大为你想办法打赢 实在大为你 想办法逃命 留着命回来